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 今天大家终于等到了最新首相的人选 因为大选过后我们已经等了四五天 就一直峰回路转 因为之前就慕尤丁他说他有足够的议员的支持 后来你看到国阵 特别是武统的主席 就说他们还没有支持这个国门 然后在一些消息的拉锯之下 你可以看到今天终于有了答案 就是Dato Sri Anwar 成为了我国最新的一个首相 然后刚才他也在国家皇宫做了这个宣誓 举国欢腾 大部分人可能是高兴的 因为毕竟还有一些人是支持国门那一派 但无论如何 你可以看到今天马股就疯狂的飙了上来 KLCI今天竟然飙了58.38 破了1500的support resistant之前1500 今天是守在1501.88 上涨的counter981个 下跌的只有197个 首大下跌的197个 可能一些是所谓 国门那一派的一些概念股 所谓 那么当然一些所谓西门的这个股票 今天当然是非常疯狂 有些飙了几十percent上来 我觉得当然西门上台 像安华上台做首相的话 应该会比较受西方的欢迎 OK 美国英国的这个西方的代表 因为你知道西方他们那一套民族的标准 可能放在西门身上 他们会比较符合西方的那一套 所以我觉得西门政府上台 当然西方可能会比较高兴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外来投资 甚至是西方的主权财富这个基金 会来买我国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可能性 就大幅的提高 然后当然来自国外的一些投资 可能他们要来这边做新的工厂 还是怎样 可能来自外国西方的投资也会增加 所以很多人是觉得说 可能西门上台对于我国的经济 这些东西的帮助是比较大 那么相对国们 特别是回教党 OK 大家最害怕的 所以如果 现在是回教党上台的话 国们 那么一些人担心 一些像赌博谷 云顶 Sports Toto 万能这一些会不会受到影响 他们的上台会不会 就会导致这些赌博谷 甚至是一些啤酒的 就要关门还是怎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 当这个国们宣布他们做政府的时候 那么这些 所谓啤酒股 赌博谷就跌了蛮凶的 那么来到今天当然是樊砖 OK 整个市场都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欢腾 然后蛮多蓝抽股也是飙了 双位数 非常的惊人 今天的表现 当然今天的疯狂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只是一时的刺激 就有待时间来证明 不过无论如何 今天的整个成交量 是相当相当疯狂 是相当少见的 那么好 我讲之前来一个小小广告 我本身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这就是stoppick 就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来到今天当然蛮多股 蛮多我的选股今天也是起了蛮多的 像franken起了9.6% 所在3.09分 之前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16.4分 加上free warrant 13.75分 这四年三个多月也是有59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2年 然后hackstar global也起了6.3% 所在2块3毛半 之前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9.12分 这两年期的多月也是有623%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12年 KGB起了7.4% 所在1块4毛6 之前选他before bonus issue 96.5分 也派了股息9.3分 加上free warrant 28分 这三年10个多月 也是有24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8年 Ptrans也起了4.5% 所在1块17分 之前选他 的时候是18分 那时候他还没有和平 所以他也派了股息2.6分 加上free warrant 3.7分 这两年4个多月也是有152%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6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像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投资家 他们长期都在使用这个方法 然后当中最出名的大师 是巴菲特 曾经的全球首富 他当然是巨大的成功 基本面投资法 就我们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标强的公司 所以这个做法 绝对不是投机的 会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2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2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还是蛮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非常欢迎 如果想要进一步 直到详情 你可以直接来E-mail我 还是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跟WhatsApp的号码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潜聊 手套股 马股 其中一个四大天王之一 就是Supermax Corporation Burhat 它的Code是SuperMX 那么当然大肆今天 欢腾 它也起了一个5.1% 收在93.5分的价位 那你看回 之前9月27号 它那时候的股价只有66.5分 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 它也飙了41% 非常不错 这种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两年 它在两个月的时间做到了 它的市值 MarketCap 是25亿 现在 NTA 1.86 它的美股资产 远远高过它的股价 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手套股也是这种情形 就是NTA 高过股价 比如说手套股的股价 其实蛮低迷的 OK 因为手套业目前是趋着逆风 全球都一样 然后Supermax它是Net Cash 手上的现金高达29亿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手上的现金29亿 已经超过了它是4-25亿 这是非常夸张的 OK 为什么市场会这样子 这就是市场的一个反应 没有办法 它的现金多过于它的市值 Current Ratio 5.4倍 注意新业绩 前天22号 刚刚出路 当然是回调 不出所料 它的Profit按季来说QOQ 跌了83% 是跌了蛮多的 因为它的Revenue收入 按季也是暴跌 OK 收入是跌了非常非常多 那么它的业务主要是生产 这个手套 OK 一次性就用完就丢了手套 好我们来看前天的业绩 1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3年 那么当然虽然是说它这个季度 还勉强赚了一个几百万 但是是有水分 OK 就是其实是Forex GAN 外汇的这个盈利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因为很多手套股 他们出口的商品 都是以USD美金来计算 那么现在美金Ringit 当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别 4点多USD才换一个 4点多Ringit 才换一个USD OK 那么USD近期走枪 当然就让很多手套股 他们就有一个Forex GAN 在那边 所以这个季度Supermax Forex GAN 3270万 所以Forex GAN 是被人家当成one-off的东西来看待的 所以你exclude掉它的话 它的核心亏损 其实是亏了差不多2700万 OK Supermax 核心亏损 这个季度亏了2700万 当然是below expectation OK 因为可能市场只是预期 它会亏一个1000万 OK 那你知道它出来是亏了一个2700万 核心的亏损 原因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手套的ASP 这些手套的平均售价 当然从之前的巅峰 是跌了很多下来的 OK ASP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因为目前全球很多小型的手套厂 已经破产了 然后这些小型的手套厂 他们手中的那一点剩下的inventory 可以库存 因为他们就要清货 做stock clearance 很多都是以非常离谱很低的价钱 在丢掉那一批货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手套 ASP就非常的低迷 然后当然现在也是 oversupply的局面 很多这些手套的这些 distributor 批发商 他们的inventory还是蛮多的 因为他们的顾客主要是医院 这些大量用手套的这些卫生机构 所以这些医院他们的inventory还是有 所以他们就demand没有这样高 所以就处为一个oversupply的局面 那么当然手套的ASP 就现在一个低迷的状况 不过这些公司其实都在强调 这是temporary 就是暂时性的 而不是永远的 这是暂时性的 然后当然工厂机器的utilization 也是低迷 ok 因为你没有order 当然那些生产的机器就不会大量的生产 因为你如果没有order的话 你生产出来的那些货 你要卖给谁就是亏损 ok 所现在的utilization 是非常的低迷的 好像40多50%左右吧 ok 是蛮低的 然后当然马来西亚的电费 在这段期间 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天然气走高 so 工厂的电费的这个开销也是走高 那么加上supermax 因为之前他也被美国的这个custom ok 他有一个withhold release order 就因为之前美国的有关单局 他们就说 supermax 可能有违反外劳人权的这个记录在那边 so 他们就ban 就是说 supermax是产品 不可以进去美国那边销售 so 因为美国一般上 他买这些手套的话 他有一个premium的price 可能价格会比较好在美国那边 so 你如果ban 不能进去美国的话 当然是蛮大的 蛮受伤的 当然 supermax 他们现在是有努力在改进 特别是外劳那边那一部分 然后他们相信 给他们一点时间的话 美国的这个customer band 就会lifted 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 目前还是hold住 不能进去美国的市场 然后demand sota demand当然现在是比较低 整个行业吹着逆风 那么再加上马来西亚 今年实行这个最低行1500块 所以造成他们这个人工的开销走高 so 种种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季度核心亏损 亏了一个2700万在那边 所以总的来讲 手套股是不是一个机会 现在股价那么的低迷 NTA都远远高过于他的股价 当然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悲观跟乐观两派 那么悲观的人会说 可能下个季度还会亏的更多 这是对的 因为很多分析师 甚至是一些手套的公司的老板 直接跟你讲 可能未来两个季度 就是2月份跟5月份的业绩 他们还是会亏损 搞不好 可能要等到明年8月份出炉的业绩 他们的业绩才会有所反弹 这是一些老板 已经这样子跟你讲了 So Supermax 应该也是 他们说可能未来两个季度 还会亏钱 等到8月份才会有所进步 这是一些人的看法 所以悲观的人就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可能搞不好 还会跌回去 目前是93.5分 那么悲观的人会说 他会跌回6毛多 这是这一拜的看法 所以乐观的人当然就不那么认为 因为乐观的人觉得说 可能最快明年3月份开始 这些手套的distributor 就会开始要大的订单给这些手套厂 那时候demand就会走高 然后工厂的utilization 可能那时候就会慢慢的恢复上去 转弯点可能最快在明年3月份 这是一些乐观的人的看法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个手套的股价不会跌回去之前的低点 这是乐观一派的看法 两派的看法见仁见智 谁对谁错 时间才能够证明 当然Supermax Net Cash 手上的钱29亿 远远高过于它的市值 这是蛮夸张的 Current Ratio 5.4倍 我只能说这些Net Cash的手套厂 应该是可以 survive 这一波他们可以生存下去 因为现金那么多 当然简单的聊了这么一点 最重要还是Disclaimer 就是那四个字买卖致富 这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咨询 记得把它来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速度来收到新视频通知 当然最后要感谢大家花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